不法集团又出新招盗走钱财 雪龙区数十名教师就投诉 他们的一处集通电子钱包 最近在半夜遭骇客入侵 短时间之内将金额分批转走 损失从几百到几十万令吉不等 由于受害者多数使用身份证号码作为密码 他们怀疑个人资料外泄已经是报警处理了 同时不满一处集通公司在处理问题慢半拍 呼吁对方加强保安措施 电子钱包的简易付款程序固然方便使用 但也成为骇客集团眼中的软肋 几十名来自雪龙地区的教师 今天通过行动党直辖区公共投诉局主任 由家豪协助召开记者会 讲述他们的一处集通电子钱包 近期频频遭到骇客入侵 在没有收到一次性密码的验证下 悄悄被转走户头内的款项 这群教师透露他们都是不约而同 在凌晨三点左右收到电子钱包应用程式的转账通知 告知余款已经过账到一家游戏公司 毫不知情的他们感到相当惊讶 而且狡猾的骇客遇到几千令吉款项 就会以少量分批的方式快速转走 让措手不及的市主无法马上停止交易 它是这样子的 当我发现到的时候 它一开始是转走我的这个钱 一千一百六十九 可是它的速度非常的快 每一分钟呢 几乎都会被转入第三者的户口 所以呢 即使我们当场发现到的话 马上打电话去 他掉这个卡或者是他选购 都没有办法立刻 因为你可以说打电话 可是你在这荧幕上呢 一直不断的看到他被转去第三的户口 我那个心情是非常的紧张 其中一名受害者蔡老师 不满其中一家公司的处理方式 当他凌晨拨电要求冻结户头时 才发现对方的客户服务 并非24小时运作 要等到早上才能够处理 更让他惊讶的是 客服人员竟然告知 户头被盗款不需要报警 只需要停止转账服务就好了 敷衍的说法令他难以接受 当他和另一位同校的钟老师 询问其他同事后 才赫然发现 原来还有许多人也遭遇相同事件 更甚的是 他们在申报冻结和更换密码后 骇客还不断尝试登陆户头 行进猖狂 根据了解 雪龙区有多所学校的教职员都遭殃 损失金额从几百到几十万令吉 因为我们看到他尝试 不断尝试进来 我们就是更改我们的六个IC 就是换成其他的六个数目 即使我们换了其他的六个数目过后 他也是会不断让他 连接着我们的Touch and Go 因为他输入那个六个 我们的电话号码过后 又再输入错的 并将近 我们又会被连接一次的 所以我们的号码几乎是不能够再用了 游家豪也发现 许多被盗款的老师 都是使用个人身份证的前六位数号码 作为他们电子钱包的密码 因此很容易就被骇客识破 提醒民众留意 受害的教师们则相信 他们的个人资料已经外泄 因此也向校方反映问题 截至目前不少受害者已经向警方投报 游家豪表示 他将会收集所有报案书 承交给五级阿曼商业罪案调查部 以及多媒体通讯委员会 希望当局彻查事件